幸福一點就通 App開發真的是商機無限 看看多羨慕 不到30歲的團隊竟然可以 約如百萬以上年收入至少多少 用50萬滾出了千萬的營收 這是誰呢 剛剛已經漏過臉了 David 你怎麼辦到的 其實在這個市場上 因為行動裝置是一個 不可逆一直成長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滿幸運的 就是從創業之初選定了這個市場 這市場一直不斷的成長 上面的軟體需求 如果我們能夠抓住使用者的習慣 或者使用者的胃口 其實我們在這市場上 就能夠得到一定的獲利 好 我們來看看David寫小檔案 大家可能對他有一點點陌生 對不對 28歲 我看到這個年齡的時候 我想說28歲我在幹嘛呢 人家已經是什麼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一家公司的執行長 很厲害 成立時間是2011年 兩年前到現在為止 員工人數13個人 當初的創業資本是50萬 它旗下有很多APP 都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而且光輝的技術是什麼呢 總共有46支的APP 突破210萬的下載 用戶活躍的使用者就50萬人 對不對 要不要稍微講講一下 你當初會選擇要創業的一些 故事是什麼 背景是什麼 其實我從學生時代的時候就很喜歡網路上的東西 對 我很喜歡在網路上 然後推出一個服務啊 做了一些小東西 然後可以很快的影響到大家 然後這種網路上的力量是可能線下比較沒辦法做到 所以我自己在選擇 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因為後來在微軟 台湾微軟的時候 遇到我另外一個技術的夥伴 那在那邊呢 我們就 那時候呢 在學生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也做了一個創業的主題 也是做一個網站 對 那後來當兵退伍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又再度聚首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 智慧型手機這個APP 好像是我們可以去琢磨的一個市場 那我們兩個人就是湊了一些錢 然後就開始從兩個人開始到現在13個人 所以兩個人當初就湊了50萬出來 你覺得這50萬當初湊出來之後 人家會想說 我很多地方要花錢對不對 你最主要的錢花在哪裡 其實軟體公司不外乎就是人 就是這一間公司如果把人拿掉了 其實剩下這些電腦一點都不值錢 對 所以說人還是最重要 再說軟體公司應該都是這樣 可是一開始起來的時候 只有你跟你的朋友兩個人對不對 對 那兩個人的話 哇 怎麼去找人呢 大家覺得說 明不見晶賺的一個小公司 要找人有點難度對不對 對 你當初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想法 可能沒有足夠人力來幫你做出來 那個困境怎麼突破的 應該是我們當時還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自己做了幾個APP 然後在市場上就很快的被大家知道 就下載量都很多 是 所以說有些人會說 注意到你的作品 然後會想要來了解你的團隊 所以說我們有了好的作品 然後可以找到更棒的人 持續的加入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 持續做更多更棒的事情 更多的創意的事情 可是你這樣開發APP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既定的模式已經出現了 比如說哪一種類型的 可能真的會比較受到歡迎 哪一種真的是比較冷門一點 是 其實在台灣遊戲類 其實還是最賺錢的 就是因為遊戲其實 它每次的使用者 每一個平均使用者的花費 花費金額其實是最高的 是 那再來像台灣還有 非遊戲類的 其實大概就是LINE 還有一些導航工具 那在台灣如果要做付費市場 如果你不是做遊戲類 其實是相當吃緊的 對 那剩下的呢 我們主要鎖定的是非遊戲類 那我們就要每天去想 什麼樣的APP呢 使用者會每天用天天用 甚至是一個禮拜 至少用個兩三次 我們就要去找到這樣的主題 是 對 所以我們不是靠你說 下載的那個費用 來過火的對不對 不是 我們是讓使用者 固定回來 然後被我們的廣告曝光到 然後就點擊的時候 我們就會收到 廣告上的分成 所以是在賺廣告費對不對 對 好 剛剛Deb也說囉 其實它主要的一個這個原則 核心原則就是 讓你們習慣 我習慣了 我每天都需要你這個APP 我每天都去點一次 所以每點一次 它就收一次廣告費對不對 廣告費是主要的來源 好 不過說到創業呢 旁邊那一位很厲害 Tommy哥 不要小看他 Tommy哥 你是怎麼創業的 我跟... 其實我跟Deb也是一樣 我大概是二十八歲開始籌劃 然後三十歲正式 開立自己的公司創業的 初期是白天上班晚上堅持 那時候網拍很盛行嘛 對 然後就白天上完班 晚上回去網拍 以前老闆不要搭我 所以他都不務正業了 他晚上都在網拍對不對 那等到... 到了一定的時間成熟了之後 就三十歲出來自己 開自己的公司 那為什麼是三十歲 是因為以前有一些前輩跟我說 你三十歲之前 你的人脈不夠廣 那你出來開公司 而且你的性子不夠定 所以你出來開公司 你可能會... 就算賺的錢也可能會... 會花掉對不對 對 會花掉 晚上每天晚上上酒店 對啊 今天賺一筆錢 走開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二十八歲 剛剛籌備的那個時間點 你白天要上班很累了耶 對 晚上回家你還要拼網拍 你要拼到幾點 那大概到半夜兩點 到兩點喔 你有白天不會打瞌睡 還好就兩點睡覺 然後八點醒來 公司離自己家裡蠻近的 走路十五分鐘 或十分鐘就到了 所以這還不是問題 其實六個小時就夠 只是主要還是看 願不願意去做這些事情 那你那時候在兩頭嘎的時候 你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初期還是就是說 當公司跟失事 遇在一起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怎麼辦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初期的創業資金的問題 還有被老闆罵的問題嘛 老闆覺得說 你可能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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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也是因為 這研究 趕快後來 實際成就出來開自己的公司 對 可是你一開始開公司就很順利嘛 聽說還嚇跑不少人喔 因為那時候 住辦合一嘛 是 那住辦合一的情況是下 後面是睡覺的地方 前面是辦公室 那當應徵一些新員工的時候 可能某一天我睡得比較晚 然後新員工進來 然後我來不及出去開門 或是穿著 或是必要的時候 我沒有在上半的狀況之下 那員工就覺得 這公司不專業 他就走了 是 所以你覺得一開始 初期的話 資金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對不對 資金最大的問題 到中後段 人變成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的 沒錯 對 那人的部分 你後來有解決嗎 人後來就是把公司 弄到一定的規模跟程度之後 而且像 例如像跟David講的 做出一定的成績的時候 你再找人 就會相對好找了一點 你打出自己的代表成名 產品或是成名的 戰役的時候 那時候找人就會很好找 那現在除了人之外 還有讓你比較 就是繁星的狀況嗎 因為聽說 我們好像這是 庫存問題也蠻嚴重的 但因為我是做硬體的 還是做軟體的 對 軟體人家只要出人力就好 沒有什麼庫存 我們是因為 目前的這個 智慧型手機產業變化太快 所以我們的庫存問題 會比較嚴重一點 那怎麼辦 每天後面手機追著你跑 後面就庫存追著我跑 每天換手機殼 每天換手機殼 就展示出來 這一輩子都換不完的時候 對 都換不完 所以這個通平哥剛才也說 他今天有禮物要送 因為他這個 每天被他的手機殼追殺 今天特別帶來的禮物 要送給大家對不對 今天我當然來這邊 就不會送給大家那個 手機殼了 今天不是送給我 我們最新的那個產品 是一個WIMI 也是我們台灣 我一個朋友他創業的 然後他研發的一個 手錶型手機 那這個在這邊 等一下後面會交由 製作單位給大家抽獎 好 通平哥現在很厲害 他不僅有這些庫存追著他跑 後面也是錢在追著他跑 超厲害的 不過說到創業 我們剛剛講了 App程式對不對 竟然可以月入百萬 年賺千萬 究竟是什麼App 這麼受歡迎 我們趕快來DEMO一下 好不好 Jeffrey 好 那跟觀眾朋友們介紹的是 這個App是我們最新 目前推出的台鐵搶飄快手 搶飄快手有多快 搶飄快手裡面 我們解決的是 讓使用者可以很快速 像譬如說 我想要常常往返台北高雄 這兩段 那我都可以直接做 立即性的查詢 是 然後查詢完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 我今天找到一班 可能像是 好 台北到台中 好 台北到台中 然後 在這邊我就可以直接點選 然後我只需要 過去我可能還需要 輸入我的身分證 輸入我的 輸入一大堆東西 基本資料 但是我在這邊 只需要輸入一個認證 然後我就可以 直接確認訂票 這麼快 對 等於說 對於使用者來講 我們把以前過去 你看 花的時間都省下來 已經訂到車票了 好厲害 我們剛剛算一下 從David開始出來 操作這個東西 到現在為止訂到票 10秒鐘不到吧 對不對 應該 快一點的話 應該是 8到9秒 我們測速 測到最快的 8到9秒就可以訂到票 真的是搶票快手 對 你有實際對照一下嗎 如果真的是上到台鐵的官網去 實際來訂到這張票的話 大家花都有時間 大概最快 我們朋友在真的在那邊 這兩個東西在比較的時候 其實大概那邊要40到50秒左右 大概將近一分鐘的時間 對 我們大概省下來 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時間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時間 跟台鐵那邊的時間 鬥起來剛好 拼起來一分鐘左右 對不對 真的領先很快速的一個訂票 可是它是保證訂得到票嗎 當然沒有 台鐵如果沒有票 我們也不會去生一張 無座位的票給使用者 所以說我們這邊 還是幫使用者 找到有座位的票 只是對使用者而言 他就不需要再去輸入那些 繁瑣過去 已經都是很固定的個人資料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在搶台鐵票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對不對 跟聽音樂有關係的 那個又是一個什麼樣的APP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其實這支音樂MV看到寶 其實就是我們幫使用者 直接在網路上 像我剛才點選那個瞬間 我們就幫使用者找到 就是最新 最熱門的這些音樂MV 那我們是去直接上YouTube 或者是一些公開的影音網站 然後幫助使用者直接去找到 他可能會喜歡的 真的好多這個音樂MV 都在上面對不對 對 沒錯 可是會不會有所謂的版權問題呢 其實這部分我們跟律師請教過 就是在這個上面 我們是做一個搜尋技術的優化 等於說我們對這些影音的內容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存取 再次重新上傳 所以在這上面 使用者可以用得很放心 那也都可以去直接 追蹤最新的音樂MV 所以這個就只要點開來 我就可以看了對不對 沒錯 哇 很厲害耶 難怪會這麼多人 這麼喜歡你們的APP 是 越賺百萬 不是真的是 這個非從小可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沒錯 難怪就要靠這些APP程式 不過Tommy哥你剛看了 是 那個搶票的你有心動嗎 以後會用那個搶票APP去哪裡 不會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去花蓮台東玩 我不想自己開車去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 東橫那邊實在是有點危險 所以我覺得那個我一定會去 好 謝謝Tommy哥 一定要支持一下 好 所以Tommy哥認為說他會非常的支持 我剛剛看到那個APP 好 我們可以先回座了 不過Tommy哥趕快幫大家 這個稍微掌握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想要自己創業對不對 我這個每天領人家死薪水已經夠了 我想要創業當老闆的話 怎麼開始呢 當然第一個是充實自己 把自己的一些知識 以前學校大學沒讀的東西 可能有一些什麼財塊的東西 什麼稅務的東西 最好在創業之前就拉出來讀 那包含一些勵志的東西也是拉出來讀 那在那些都已經準備好之後 創業前其實要有一個自己的風險規劃 什麼風險 就是說我今天創業我要拿多少錢出來 對 那我要博到什麼程度 那如果在沒賺錢的情況之下 我多久要把它停損 因為創業都是有風險的 今天你辦公室開了 你什麼事都沒有做的時候 你都要付出那些錢 所以是風險規劃 財務規劃跟停損點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今天千萬不要是因為 不想看老闆臉色 而出去自己當老闆 誰要自己想清楚 我給你保證 你出去看的臉色 絕對比你以前在公司看的臉色更多 更多 更惡劣 真的 客戶這麼惡劣嗎 這個你千萬不要因為 我怕做老闆 我沒看你老闆 你出去更慘而已 再來就是說 出去創業的時候 自己的薪水一定要算進去 例如說我今天在這邊工作的時候 我是零五萬 你可能不要想說我出去我一個零五萬就好 那個就是我 我只要賺到我自己的薪水 那是完全不對的 不行的 你的風險比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如果說 你今天在上班零五萬 你出去創業還是拿五萬的薪水 拜託你留著繼續 就乾脆直接留在員工室了 做不爽 再跳槽就好了 不要出去創業 還好後面收一堆爛攤子 我是覺得是 這是我要奉勸年輕人的事情 好 通閉哥提供很多精闢的見解 不過David 你自己這麼成功 你有一些什麼意見 想要給這個後期之秀嗎 其實我自己一直在不同時段 從學生到 一直後來工作到創業 其實我自己都在找到 我自己人生中 每天都會迫不及待 想要去睜開眼去做的事情 對 那在每個時段它 這個大原則之下 其實很多時候 心中都會有一個很棒的聲音 在告訴自己 對 所以你會隨時檢視一下 我下個階段想要什麼 然後我就慢慢修正 往那個方向去 沒錯 因為當老闆的 其實我這邊在說 因為David 他這邊是在兩年期 他是在起飛的階段 起飛的階段 你現在是怎麼樣 老牛了嗎 我現在已經在 前輩 已經在中後期 我做的產業 已經在一個很大的轉變的階段 我相信David以後 也會遇到這樣的行星 對 那相信那時候就是一個 非常的自我的 一個心靈能力的提升 很自我激勵 不斷的跟自己對話 對 跟自己對話 好 David 你下一款APP 想要開發什麼東西 我們會開發U-bike 超好用的U-bike 真的喔 現在台北很多人在騎啊 是啊 我們希望 我自己也是U-bike主啊 所以你也是喔 對 我自己也是 你覺得在實際使用起來的話 現在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其實對於使用者而言 像我常常會看到 那邊有車子 但是我過去的時候 可能都是壞掉的 但是在我們APP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貼心的功能 我們會預測你這幾台車 可能剩下三台 這三台都是壞掉的 幫我找波多野傑那一台 好 波多野傑那一台 可能我們試著用技術 幫你找找看